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在今天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大陸的法律學者田飛龍 在《明報》撰寫了一篇文章 談及到有關於愛國者治港 裡面其中有一段提到建制派的挑戰 田飛龍說 中央決心要打造的 並不是橡皮圖章或者忠誠的廢物 看來不僅說香港要換血 甚至建制派裡面有部分能力比較低的人 都難逃被淘汰的命運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憶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一起去看看到底田飛龍那一段文字是怎樣寫的 他就說 如何來適應這個憲法時刻 對於香港建制派和非建制派都是重要的考驗 就著建制派而言 愛國者治港 不是僅僅提供了更多的職位和職位 而是提出了服務香港和國家的更高能力要求 尤其是對領導崗位提出了堅定的愛國者的升級要求 他提到要堅定愛國 難怪在昨天 港區人大代表陳曼琪就作出了一個建議 他就說 不僅要問責官員放棄雙重國籍 甚至要將這個要求 擴展到常務秘書長的職級 以及那些重要的法定機構 例如金管局和保監局等 都要納入這個 放棄雙重國籍的範圍 原來這個建議就是跟田飛龍所提出 說堅定愛國者的升級要求 是互相呼應的 如果你問我 我就沒有什麼意見 最好就是那些 高級官員的家人都應該放棄雙重國籍 你才會有說服力 老實說現在香港實在存在著太多的裸官 那個裸官自己本身 外於法例的要求 他就放棄了外國國籍 但是他的家人全數都是保留外國國籍 甚至乎 他生出來的子女都是會去外國留學就讀的 這些人做官就沒有說服力 一味就懂得叫香港人的子女 去大灣區讀書和工作 自己的子女就遠走高飛 然後 自己的家人又不放棄外國國籍 一味就叫香港的市民愛國 這些是完全說不過去的東西 所以到底田飛龍現在所說 說對於領導崗位提出的 堅定愛國者升級要求 那個真正的涵意是什麼 當然他就有無限的存息空間 但是我相信的方向 都是跟陳萬奇所說的建議 是差不多 接下來 田飛龍還說到 就說 這種要求是面向市民檢驗和問責 也就是 服務不好市民就必須要下台 新制度是一個更加嚴格的問責機制 他所說到 不服務好市民就必須要下台 大家必須要注意 這個下台就不是由下而上所提出的 反而是由上而下提出的 以往一般叫官員下台 提出要求的 都是那些政黨 或者是一般的市民 現在就不是了 是由政權告訴你 你做不好就要下台 壓力的來源就不同了 你說如果一般民眾叫 近幾年就算叫到拆天 都沒有一個官員問責下台 老董剛剛搞高官問責制的時候 才有幾個官員下台 比如說 財政司司長梁錦松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 還有衛生局局長楊永強等等 那時候反而還有些官員會問責下台 你說近幾年有沒有 所以 現在大陸說服務不好市民就要下台 這就向那班所謂的領導人說明了 究竟你的問責對象是誰 接下來的那句就厲害了 田飛龍說 中央決心打造的 不是橡皮圖章或者忠誠的廢物 而是賢能的愛國者 那那班建制派就要聽這句說話了 這句說話 裡面的含意就厲害了 首先來說 那些學力低能力低的建制派 似乎在將來的日子都沒有什麼運行 事實上建制派裡面就充斥著這些人 往往就需要政權服役 他才能夠上位 就算在地區也有很多這些人 很多建制派做區議員那些 你說靠他本身自己去拉票 你說他能不能做得到 這些他就拉牛上樹 根本上就是要靠背後很多資源去配合 那些人才有票 現在既然搞到七七八八的時候 洗了太平地 有班能力比較低下的本地建制派 都沒有什麼利用價值 這班人相信就難逃 被淘汰的命運 事實上 大陸最喜歡哪些人去做幹部 就是又紅又專的人 紅就是根正苗紅 專就是專業人士 你那班這樣的本地建制派 有很多其實都很流 有些連學歷都是流的 之前有報道也踢爆過 菲律賓那些大學 有些被人說是巴基斯坦 那你這些就完全是 野雞過不野雞 別人那些港票人士 很多都是海外學成歸來 別人那些真是讀外國名牌大學 那你一拍過去 你怎麼比才行 那些假博士 那些肯定都是沒有運行的 因為大陸現在說明了 不是要橡皮圖章 或一忠誠的廢物 而是要賢能的愛國者 那你都不夠賢能 你只有一個忠誠 那你是廢物 所以為這個宣示就重要了 是預告了部分本地建制派的命運 田飛龍還提到 對於非建制派而言 是機遇和挑戰同在 機遇者 可理直氣壯和激進派切割 回歸忠誠反對派的理性範疇 反而會政治天地開闢 溫和泛民和中間派有望站穩腳跟 挑戰的就是 在外部干預失效 和新制度的嚴格要求下 怎樣努力成為愛國者 並且時刻保持底線忠誠 做建設性的民主派 一切才剛剛開始 他這段說話明顯就是要跟那些 繼續對議會有幻想空間的民主派人士說 就是要告訴他們 如果他們要繼續參政的話 他們就有兩條不可如意的界線一定要遵守 第一他們就是要做回忠誠反對派的角色 第二 就是要堅持底線忠誠 就是愛國 凡親違反這兩樣東西就一定沒有運行 但是如果他們做到這兩樣東西 就有一個政治天地可以開闢出來 當然這個政治天地就不是民眾賦予給他的 而是上面賦予給他的 所以這班人將來就算參政也好 他能夠發揮的作用就極為有限 就算來講以前他們參政也沒有發揮作用 如果有發揮作用 市民就不會自己上街去示威 將來如果這班人繼續參政的話 他們大概都是在議會上說話而已 你說他能不能夠發揮什麼重大的作用 就應該沒有 因為他們都是要做忠誠的反對派 他要保持著底線忠誠 所以將來要繼續參選民主派的角色就難免會輪為 跟建制派差不多 大概就是叫口號上有多少差別 因為他們都不能夠做得太過出格 一出格的時候就會如月了那兩條下規定 另外 梁美芬在昨天提出了一個建議 他說 一直都倡議不應該只是由選舉主任來決定參選人的資格 認為是要設立資格審查委員會 可以減少以往很多的情況 例如說很多人參選的時候就簽署了確認書 但是當選進入區議會之後所做的事 就跟提倡港獨和自決是無異的 梁美芬認為這種情況不理想 最好一開始的時候可以做到資格審查 他當然所說的資格審查就不再由所謂DO 即是民政專員所兼任的選舉主任來做 就應該會專責設一個部門 就叫做資格審查委員會 總之遲些就駕床蝶屋 很多人在這裡審查這件事 如果不是那條數字怎麼開 好了 你有這個資格審查委員會的時候 我相信他們就不單單看那些參選人 他們在公眾場合或者Facebook發言說了什麼 這些現行都已經在做的事 將來一定會在這個基礎之上更多的審查 譬如說審查一下 這個人過往是參與過什麼組織 跟哪些人交往 總之什麼都查一頓 查三代都有份 如果不是他怎麼會放心讓你去選 如果你說梁美芬這個建議 實行的機會大不大 我認為是大的 因為他根本上就不想再由DO來DQ你 因為由選舉主任來取消個別參選人的參選資格 畫面就不是那麼漂亮 如果有些什麼資格審查委員會就簡單 他審完之後說你不合資格就沒得選 其實梁美芬提出的這個建議 跟范徐麗泰提出的建議是差不多 雖然在執行操作上是不同 但是本質上是一樣的 范徐麗泰的建議就是 如果遲些要參選的人士 他們就必須要獲得選委的提名 選特首的選委 他的建議和梁美芬的建議都是異曲同工 就使得上面不想看到的人 在報名的階段你就要知難而退 范徐麗泰的建議很簡單 你要選委提名 如果上面不想看到你 那些選委不提名你 你就不能選 梁美芬的建議就是資格審查委員會 上面不想看到你 那就說你沒有資格 其實都是同樣的東西 就是在你能夠報名之前 就已經把你篩走了 現在的做法是怎樣 就是每個人都去民政署 那份報名表格 先進了紙 如果進了紙之後 才逐個DQ 你在那個程序上就比較難看 又漏漏都上國際新聞 所以我認為 上面會採納范徐麗泰或者梁美芬的建議 的機會是大的 最後就想說一下 凡親有議席 當然是有人想走去選 所以在接下來的日子 那些願意繼續參選 或者是有意繼續參選的民主派 就肯定會被人質疑得很厲害 因為在這樣的選舉制度下 有部份的派系就肯定沒有辦法入閘 那些人就會被排除在這個選舉遊戲之外 那這些人可能就會覺得心有不甘 或者就會認為 這個議會 都已經是代表不了人民 都沒有認受性 為什麼還有人會去參與呢 我相信 一去到選舉的時候 又會有這些爭吵 叫餐猛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